哈喽大家好,我是翔托 今天咱完结神秘动革吧 二十起来,可以把洒花打在公屏上来 提起龙的故事 相信很多人脑海里的第一印象 便是迎口坠龙事件 网络上广为流传的坠龙现场照片 引发了无数网民们的讨论热潮 这张照片中心 一条巨大的生物骨骸横卧在地 它身体戏场脑袋巨大 眼眶后还长着两只分叉的脚 俨然一副我国古代传说中神龙的样子 于是许多人据此认定 当年的迎口坠龙案 正是神龙现实中存在的证明 那本期视频就让我们综合 目前已知的所有资料 去探查下迎口龙背后的真相 关于迎口坠龙的官方消息 最早出自1934年8月11日 到17日的《圣经时报》 在此期间共刊载了四篇 关于龙谷的报道 8月11日一篇名为 《天龙将长三丈有角四尺》的文章 报道了8月8日下午3点左右 一位农民在迎口对岸 东小街附近的伟堂地 发现了巨大的动物白骨 见此情形 他大为惊恐 赶忙向附近的派出所报个警 迎口市第六警察署 署长以下成员 均出动调查这具骸骨 其全场在三丈夺 有脚两只 脚长可及四尺 人们对此全然不识 遂将骸骨装上船 运至警察六署 供生物专家鉴定 并在警务指导官的参与下进行研究 随后 这只巨大生物的骸骨 被运到空地上 供人参观 迎口市民听闻此事 在8月9日的早晨 都来警察署门前的空地上 观看这具骸骨 参观者 共计有2000余人 当地百姓 皆认为 这是前些时日 大雨之际 由天上坠过的龙骨海 并为之为迎口发展的瑞昭 随后 就是8月12日的第二篇报道 题为 巨龙全体28节 臭气森田 观者色途 这篇报道 在细节上 与第一篇报道 有所不同 初见此巨物者 改成了一个操船未夜之人 此人于8月8日早晨 在河湾之中 发现一节聚光的骸骨 被发现时 皮肉已无 随后 报警察 将龙骨 运至空地尸列 记者到的时候 已经5点多 观者色途 在这篇报道里写道 龙骨恶臭熏天 在头部左右 各自生有三只甲片或脚 椅巴 呈现数值的板状 全体共28节 每节骨头 长约一尺有余 总共长三丈 在发现龙的地方 有被爪 刨出来的一个大土坑 坑眼 爪印清晰可见 且该龙体 表面上存有筋骨 而皮肉已消失不见 可见 这只生物 在被发现时 已经死去多时 第三篇报道 刊载在8月14日的报纸上 提名 交给合璧 就是人们最熟悉的那张 领口龙骨骼图的处处 相比起前两篇报道的详细描述 这篇反而并没有对该起事件 有更多叙述 但明确说明 这只生物 其肌肉腐烂 锦衣骸骨 且报道中提及 本部水产高级学校教授 前往参观之后 将其鉴定为 确系胶类 并推测 因为今下颖口地区 降与过量 这条胶 速流入河 不幸搁浅尾汤泥种 被干死在了泥沼里 再然后 就是8月17日 最后一篇 关于颖可龙的报道 龙骨由县 发给失效 作为标本 交代了骨骸的去向 这具骸骨 上脚线鼠 并交由线鼠教育局 发放给 通汇门洁 谢力师范南校 作为动物标本保存 以此作为研究生理学的材料 至此 关于颖口坠龙的 所有官方报告 告一段落 从这些报道中 可以体验出 以下几个关键信息 一 这条所谓的龙骨 在被村民们发现的时候 身上的皮肉 就已经全部覆盖物种 仅剩白骨 并未提及 它在被发现的时候 还活着 或是它身上 有鳞片 钾片等结构 二 这具骸骨 有一个很明显的特征 就是它的头上 具有两只分叉的长脚 全身 共分为28节坠骨 三 在发现骸骨的地方 还出现了一个 据说是由这只生物 刨出开的大土坑 并且在坑的边缘 可以看到爪子的划痕 四 这具骸骨 由水产高级学校的教授 鉴定为交代 因不幸 困死于潜水塌里 留下了这具骸骨 这次时间 最重要的是 留下了现场照片 作为物证 因而我们可以对其 进行比较详细的分析 从照片上 不能发现 一个很明显的疑点 那就是 这具骸骨 没有下颌 也没有四肢 这一现象 实属反常 因为无论是东方的龙 还是西方的龙 它们都拥有着 强而有力的下颌骨 而且 传说中的东方龙 具有类似鹰的爪子 这些特征 在这具骸骨上 都未见到 有网友曾自行 以比例尺 量过照片上 生物的头身比 这具骸骨的头身比 大概是1比4左右 如果换算透视关系 比例可能会达到1比5 这和鲸鲸的比例 非常符合 所以有许多人认为 所谓的龙骨 实际上是鲸的骨架 这就是营口坠龙时间 最主流的假说 鲸说 营口附近海域 出现了的虚鲸鲸 有小温鲸 和长虚鲸 齿鲸鲸 有虎鲸和维虎鲸 时间上都以下级居多 小温鲸的尺寸 也确实贴合报道中 所写的三丈长 约合9到10米 也就是说 鲸鲸具备了成为 骨骸咸鲸人的可能 而且 小温鲸和长虚鲸的身体 都比较狭障 当这样的鲸鱼 搁陷在河口的 骨尾丛中时 远远望去 确实很像一条 长蛇状的手 此外 鲸鱼虽然在海洋生活 前肢已经变成了旗状 但是前肢的骨骸 仍然和骨胜不如动很相似 当皮肉腐盖之后 就会露出成爪状的掌骨 目击者完全有可能 把这样的结构 误认为是龙的爪子 而且从照片上来看 这具骨架 有很明显的摆放拼接痕迹 因为有几节椎骨 背上的神经级朝向 竟然是反的 这证明 摆放骨架的人 并不具备解剖学指示 才会犯这种 在生物鉴定学中 比较低级的错误 这样便可以解释 为什么这具骸骨 没有下颌 因为在拼接这具骨骼时 圆主的下颌骨 被当作脚 插进了骨后 这一次的事情 在生物学鉴定室上 发生过不止一次 例如众所周知的切工脚 在切工的化石 刚出土的时候 由于骨骼并不完整 曼特尔在它的化石中 发现了一只 酷似尖角的结构 所以在复原土中 便把它安在了鼻子上 直到数年后 完整的切工骨骼化石出土 人们才发现 那只所谓的脚 其实是切工钳指拇指上的 早年间 CCTV时频道 还专门出过一期名叫 龙影遗骨的纪录片 对其进行分析和探导 节目组更是直接展示了 如何用虚晶的骨骼 拼接摆放出 迎口龙的造型 这个环节一出 不能说是盖棺立棍嘛 至少也可以说是 大杀不杀了 然而 这并不是央视第一次 做迎口追悟事件的节目 在龙影遗骨之前 就已经做过了一期节目 将迎口龙事件 定性为鲸鱼的骸骨 可惜在节目播出后 引发了当年 目击者的强烈反对 在这种情况下 CCTV才在次年 又做了一期龙影遗骨 新节目 虽然没有推翻 鲸鱼假说 还请来个 大连自然历史博物馆的 赵永波研究员 进行分析讲解 但在节目的最后 还是选择了 开放式的戒备 这样的妥协 就不得不提 从目击者角度 反对经说的观点 首先 有川言称 当年是有人目击过鲸骨的 据说 在《圣经时报》 正式报道 迎口坠龙事件之前 在7月底到8月初 还有一篇 关于龙将酿灾的报道 描述 一条从天而降的鲸骨 摧毁了大量民房和三艘船 并导致9人死亡 但关于这篇 龙将酿灾的报道 并未在当年的 《圣经时报》中查到 也无法确定 这则报道说的 到底和后来的迎口坠龙 是同一期事件 还是以龙 简称当时发生的龙卷风 一类的自然现象 至于许多网络文章描述的 所谓 发现带有皮肉的龙尸体 在尾堂看到龙骨的人 吓到大病 龙银装了两大筐等描述 就更不可查证 龙影遗骨结末 也曾对一位老人 珍藏的五块 据说来自当年 坠公现场的骨骼碎片 展开个分析 这几块龙骨 经过大连自然历史博物馆的 刘金远研究员 辨认为某种食草动物的牙齿 并且五块骨骗的年代 远远超过七十年 至少要在一万年以上 事实上 老人得到的这五块骨头 并非来自当年的第一案发现场 而是在它小时候 为银口一户 富商当管家时期 富商的大老婆 送给它的 那么问题来了 如果说当年这具生物的骸骨 真的是精类骨骼 而并非传说中的龙骨 那为什么还有这样登报 大肆炒舵 将其界定为神异事件 甚至让百姓都该围观呢 答案有可能是 故意而为之 这就得从《圣经时报》 创立的初衷开始说起了 《圣经时报》是由日本 派驻中国的间谍 中岛真雄创办的 该报名义上是开通民智 连过中日邦角 实际上是日本对中国 进行文化歧略的工具 1934年的历史背景 正是维满洲国成立两年的事件 蒲仪被鬼子 扶持为维满洲国的傀儡皇帝 参照古籍记载中 总是会通过 技术皇帝登基时的种种异象 来赋予皇帝的登基 以正当性和神圣性 鬼子利用这句股价做文章 从而粉饰维满洲国的正当性 也是情理之中 而大多数民众看到的 也都是8月9日 展出的拼接过的股价 对这些民众来说 就失去了追根溯源的机会 真相就在这样的过程中 被掩盖住了 所以 银口坠宫世界的起因 有可能是村民们 发现隐藏在骨尾当中 死去多时的鲸骨骼 出于惊恐便报个警 随后官方便将这具骸骨拼接起来 形成了这样一副 宛如巨龙的样子 供民众们参观 银口坠宫的答案 或许也并没有许多网络 争问中所描写的那么神秘 虽然已经过去了这么多年 当年的情景细节 大多已经模糊 但是我们仍然可以利用现代的科学探索手段 让答案尽可能的往当年的情景去靠拢 运用现代科学的方法 探索得出的结论 也许贴近实际 又或许有些许出入 但在此过程中 我们可以逐渐学习到 如何探索未知 与分析具体问题的方法 未知或许永远大于一致 但对于人们来说 比答案更重要的是探索的过程 好的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感谢大家对神秘同学这个系列的支持 在此提前祝各位元旦快乐 农年行大运 我是尚多 明年新习个再见